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个我们介绍的是阳历 顾名思义阳就是太阳 所以所谓的阳历就是我们观察太阳的这些规律所定出来的地方 我们观察太阳像是说了 从今天它出现在春分点双宇宙附近 到下一次它又来到春分点又在双宇宙附近 我们就说已经过了一年 这样的一年的称之为叫一个回归年 那么一天就是今天太阳出现到最高的位置中天 到下一次太阳又出现在中天 这样叫做一个太阳日 所以年是以回归年当标准 日是观察太阳定出的这个一个太阳日当标准 至于一年划分为几个月 这个月是没有把观察月亮的规律给放进来的 所以它只观察太阳定一年一个回归年 定一天一个太阳日 那么最早这个立法比较顺行 是来自于罗马西元前罗马的这一个如略大帝 那这个罗马的如略大帝 就听他的幕僚 他的那个天文学家到他的幕僚 建议说哎呀那我们来定这样的立法 而以一个回归年当做一年 那一年呢要有几天呢 我们上次说一个回归年是365.24天 所以一年要定几天比较好 当然喜欢整数嘛 365.24那四则无入 所以一年就定365天 好一年有365天 那今天是一年里面的第359天 哎这样说起来好像不太好玩 所以他的天文学家幕僚就给他一个建议说 那我们合法把一年365天切12段 所以把一年分12个月 所以他就把一年一个回归年365天分12个月 那每一个月要有几天呢 所以365如果除以12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是30点多 所以一个月大概就是30天31天 然后这个如略大帝说 各样哦 啊我的生日算一算刚好在这里 7月啊我很伟大耶 所以我生日所在的这个月份7月 日子要比别人多才能彰显我的特别我的伟大 所以这个如略大帝他的生日在这个月份7月 所以他就说我的7月要31天 前后啊一定要比较少 所以6月8月到30天就好 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规则 所以只要是偶数月6月8月10月偶数月到30天 然后他的生日是7月 然后他的生日是7月 所以基数月到31天 所以他就这样子定了 因为他的生日在7月 所以基数月到31天 偶数月到30天 来仔细你看 这样一年12个月这样安排下来 这样子一年有几天 数学快一点算 这样算完一年有366天 那刚刚说一个回归年是365.24嘛 所以应该四省 所以应该一年365天 啊这样有366天呢怎么办 他们罗马那个时候 刚好处决犯人处死 都在这个时候 大概在二月左右 所以他们认为二月是不祥的月份 所以既然要多了一天 那就把二月拿掉一天 因此二月就要29天 那这个凯撒大力 终究再为大爷要挂了嘛 所以后来这个凯撒大力死了 几位的是这个人叫奥古斯珠 几位的这个奥古斯珠大帝 他就说 啊哦是比较小子啊 我也很伟大啊 啊我的生日在这里 你猜他的生日几月 对 啊我的生日在这里 我也很伟大呢 啊为什么我的生日 那个月只有30天 所以大家都说 好你伟大你伟大 那给你31天好了 所以就只好发愿 为了他改成31天 改成31天 啊后面只好顺着改啊 所以后面就只好顺着 就跟着改了 来 后面顺着改以后 这样一年有几天 好讨厌哦 这样一年有366天了 怎么办 啊二月大家最讨厌 所以再从二月拿掉一天 选二月现在就要28天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 就是这样定的 所以一个月 有没有天文学上的恨和平均 没有 看那个皇帝 这就是阳历 他的月是没有任何天文学的依据的 好了 但是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一年有365点24 可是你不管怎么算 你都只算365嘛 所以是不是每过一年 你就少了0.24天 那累积累积累积起来 那物差就大了 所以你一年少了0.24 那每过四年 是不是少0.96 所以每过四年 你就少了算0.96耶 所以我们就 好吧 0.96大约是姨妈 所以我们就补给她一天 所以基本上阳历 大约每四年 我们就要有一个热年 那热年那一年就要多一天 好啦多一天多在哪一天 对 宝贝的二月又来了 所以二月 那一年的二月就多一天 有二月二十九 好 每四年放一个热年 热年那一年多一天 可是这样有没有怪 刚才说了 0.24 每四年不过0.96 你就补一天给她 所以其实你就多给了 0.04 四年多给0.04 就是一年多给 0.01 一年多给 0.01 所以一百年就多 给一天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一百年 你要多晒一天了嘛 谁这时候没 一百年 你就把一天要回来 所以 阳历的热年 像今年二零一四年 是不是热年 不是 因为二零一四 不能被四证出 所以下一个热年是什么时候 对 二零一六 可以被四证出 哪一年就是热年 二月就有二十九天 那未来的西元二一零零年 二一零零年 是不是热年 二一零零 可以被四证出 照理说应该要热年 但是它刚好可以 又被一百证出 所以刚刚说 每过一百就要收回来 所以西元二一零零年 它是四的倍数 同时也是百的倍数 所以二一零零就不是热年 OK 好 那这是以三百六十五点二四来算的 其实一个回归年 刚好三百六十五点二四吗 不是 后面还有小数位 是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 咚咚咚咚咚咚 还有小数位 所以我们后来算得更精准 所以把后面都要 后面的小数位再加进来修正 所以来翻到你的西体 集体的一个题目 它就给了你 揚力 怎么算热年的一张表格 有没有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把力榜 要减少它的错误 所以就要把这些小数位 都很精准的拿进来 所以就要有这些润年的有些规则 这一套立法呢 最早就是追溯到西元前的这个罗马 那个儒略大帝 所以这个有称之为叫儒略力 因为那个是儒略大帝最早公告的 所以叫儒略力 那这个儒略力呢 用了很多年之后 发现它早期的这个润年的算法 是有没有那么精准的 不够精准 所以后来就产生了挺大的误差 这一套立法用了一千两千人之后 就发现有比较大的误差了 所以在西元1582年的时候 这一位西方的格里教宗 这位教宗叫格里十三四 他就发现这个儒略力已经累积了太多的误差 所以他就说来我们把误差一口气调整回来 所以西元1582年他公告了一套修正的方法 就是今天是十月四号 你睡醒以后隔天起床 是十月十五号 他一口气跳了十天 就是要把过去累积的误差一口气修正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是这个教宗格里十三四 修正过后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仰立 主要又称之为叫格里 103年前 孙中山推翻满清 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跟西方世界接轨 所以当时西方大部分的地区都使用格里 叫做公告后的修正的格里立 所以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民国的时候 他就把格里立当作中华民国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叫做国立 那个国就是周华民国 他就是孙中山说的 所以我们用的国立就是格里立 接着就是阳 观测太阳所定的立法 接着我们来看音 音就是观察月亮的规律所定的立法 那这就是音立 那因为单纯是观察月亮的规律 所以他没有年的概念 他没有回归年的概念 那他是以观察月亮这样的阴景圆缺的变化 来定的 所以他的月就是朔光月 他的一天 太阳升起到落下 这样的昼夜变化 他当作一天 所以他的一天是太阳日 他的一个月是朔光月 但他没有回归年的概念 好 所以他一个月要定几天呢 音立的一个月 我们上次说一个朔光月多长 大约二十九点五三天 二十九点五三 所以一个月要算二十九点五 点五到底要进才是什么 哎呀好尴尬哦 是怪怪的 进位好像也不公平 所以既然是二十九点五三 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这个月三四 下个月就二十九 那就好了嘛 这样平均起来就二十九点五了 所以这就是音立 那目前还有使用纯音立 主要是一些前程的回照地区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旅游节目 他们去回照地区 玩 然后说哎呀 现在是他们的回力过年 他们的回力的什么 节庆 所谓的回力就是纯音立 他刚刚说纯音立 一个月就是一个朔光月 所以大概就是定这个月三十 下个月二九 就三十二九三十二九 然后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 过了好几个月了怎么办 所以他每收集十二张帖子 就可以换一份礼物 所以他每收集十二个月 就说要生一年好了 好啊这个年没有回归年的概念 我就单程 我十二个月过完就说就是一年 好 好那他要调整这些细微的误差 误差出现在哪里 你刚刚说这样子 是一个月大概就是平均下来是二十九点五 可是实际上是一个月要二十九点五三 所以你每过一个月就少零点零三天 一个月少零点零三天 十二个月一年少几天 十二个月就少零点三六 十二个月一年少零点三六 所以如果三年他就少零点三六 乘以三 所以三年就少了一点零八 三年就少了一点零八天 所以每过三年就要补给他一天 所以因例也有润年 大约每三年就要放一个润年 润年那一年 刚说要还给他一天 所以热年那一年要多一天 那一年多一天 多在哪里 那时候就跟罗马无关了 所以不会再拿二月了 要多一天 反正没什么特别的 就把多出来的这一天加在最后一天 所以十二月就多一天 这就是因例 如果算得更准 或者刚刚说我三年是一点零八 我只算一天而已 所以再把那些小数位再拿进来 仔细的算 所以你的课本是写这样 你的课本是说 因例大约每三十年 会放十一个润年 在台湾地区 如果你翻开 今天我们叫国历 十二月九号 那这个国历 刚说了就是革里历 那就是阳历 那今天国历是十二月九号 那农历你也可以查得出来 今天农历是几月几号 请问农历是阳历还是银历 我们的农历有没有以月亮的特色为标准 所以如果你要看 今天是不是满月 国历的日期看得出来吗 不行 农历的日期看得出来 今天是不是满月吗 可以吗 所以我们的农历 是把月亮每一几月圈 有拿进来的 就我们农历的月 是有以硕望月当中标准的 就我们的农历 它其实是有考虑到月亮的变化 所以它是有阴历的强分 那么今年冬至吃汤圆 到底是哪一天冬至 如果你要知道今年的冬至是哪一天 请问要看国历还是农历 如果你要知道今年冬至是哪一天 要看什么 要看农历 农历是不是才有二十四节气 对不对 农历你去翻农历就有二十四节气 今天是什么大雪小雪 金子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这就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这是跟太阳有关的吗 所以其实我们的农历 它也有兼顾太阳的规律 所以你要看哪一天是冬至 哪一天是春分 正确的日期 是要看农历 所以我们台湾所使用的农历 农民历 它其实是兼顾太阳跟月亮 所以它不是纯阴历 它也不是纯阳历 它很复杂 它叫阴阳和历 两个同时考虑的 那就是我们的农历 再想一下 以前你国山的时候都被 来 冬至大约是在几月几号 十二月二二 请问 我们说冬至是十二月二二 这是国历还是农历 这是国历 不过请听清楚 老师说冬至大约在十二月二二 大约 实际是在二二还是十二月二一 还是十二月二三 每一年都不一样 不过不会差太多 你要确定 今年的冬至到底是在十二月二一 还是十二月二二 还是十二月二三 你就要翻农历 懂吗 可是你国中背的 那个是国历 没错 大概就是在十二月二二前后 不会差太多 好 所以看黑板 我们的农历 记住 它不是阴历的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纯阴历 不是 我们是阴阳和历 所以农历的年 年是以回归年当标准 农历的月是以塑望月当标准 所以年是有考虑太阳的回归年 月是考虑月亮的塑望月 一天就是一个太阳日 那我们刚刚说了 一个塑望月二十九年五三天 所以如果要符合 塑望月的标准 那么一个月就应该 这个月三十 下个月就二九 所以你看一年有十二个月 这个月三十 下个月二九 这样排 好 一年十二个月来 请同学算一算 这个月三十 下个月二九 一年十二个月 这样算了一年有几天 那数学很简单 赶快说 这样算了 一年几天啊 三五四对不对 糟糕 这样一年才三百五十四天 可是刚刚说 如果年要以回归年当标准 一个回归年要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也就是说 你每过完十二个月 就说一年过完了 其实如果拿来跟回归年来比 糟糕 它就少了十一天 一年少十一天 两年就少二十二天 三年就少三十三天 那农历的一个月大概就是三十天 或二十九天 所以我每过三年 我就给少算了三十三天啊 所以我们就要放一个润年 所以农历大约每三年就要放一个润年 而润年是一口气要给他多少 不是一口气多一天而已啊 因为我累积了三年就少了三十三天啊 所以我润年的时候 一口气那一年就要多整整一个月 所以农历大约每三年就要放一个润年 润年那一年不是加一天哦 是加整整一个月 那刚刚说加一个月不过才三十天吗 三年其实少了三十三天 所以大约三年放一个润年 那算的更详细的话 就是十九年里面大概要放七个润年 那润年是要加整整一个月的 这就是我们的阴阳合理 这样就可以把月跟年 说望月跟回归年很完美的搭起来 那么农历的润年来 今年就是润年 所以今年是润九月 已经过完了 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农历有两次九月 那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老师刚刚说的 大约每三年就要放一个润年 那如果算得更仔细的话 就是每十九年放七个润年 润年要整整多一个月哦 问题是我要多哪一个月 我今年要多一个月 要多放在五月 好像要放在九月 那它有一套游戏规则 就是你的课本的小百科 有写的一个不一定的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它是有游戏规则来遵循的 不是某某皇帝老子高兴说 好来就决定了 今年多一个月就多我生日那个月 不是它是有游戏规则的 好来吧 好来吧